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张被斩首的内存卡 像这种已经被送上断头台的卡 脑死亡的概率可以说是高达99.9%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这里,白色的晶体都露出来了 刚才我是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 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磕碰到了哪块电子屏幕 导致他们俩分家了 后面询问断层两斜的原因才知道 它是来源于一场坠机意外 看到这里 当时我是建议对方直接放弃的 毕竟现在的医学手段也无法治疗这种脑死亡的患者 但在对方的一再坚持下 我还是接了过来 当然这一个也并不是无常的 因为他们坏的实在太明显了 我给对方的答复是 这个手术如果一定要进行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些设备占用费 操作费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费 这是正常的 毕竟到医院去看病 也是要收取罐号费以及门诊费的嘛 闪敌存储晶元的定义 一般在后面这一部分 前面的是主控还有电源输入 定义点在这里盖着 我们先把这一个定义给它刮出来 测量一下还有没有组值 如果组值还在的话 再收它的费用也不迟 要是放在平时 一修盘一般我是不会提前收这一个劳务费的 但这次属于特例 我也跟对方约好了 如果这一个定义点测量出来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就让它自行决定吧 之前他也有问过我这个把握有没有两成 这我可保证不了啊 一般能处理的我都是尽力去处理 我觉得机会不大 但对方又想赌一把的 都会像这样提前给对方进行一个说明 我们先用这个二级管的档位去看一下 一幅 一幅 1.3 快速测量一遍吧 这些点位的数值虽然看起来都有 但我觉得它还是有内伤的 我们再换这个电阻档来试一下 好的 这些点位的组值他们都是有的 让我发个消息问一下对方要不要干这个颗粒吧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情况跟对方讲了 问他要不要继续 本想着他这一次会选择放弃的 结果还是要让我接着干 在看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 现在让我先根据这个点位找一下对应的图纸 应该就是这一张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有跟当事人讲过 我这边最多只能做到像这一种电路级别的飞线 晶圆级的小弟这边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随后他又给我推荐了一位做晶圆级飞线的大佬 虽然我有百般推托建议他直接去联系做晶圆飞线的 但他后面还是把这个第一次留给了我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花了点时间我已经给这一个无头骑士做完针线活了 我们再来量一下这些数据信号的点位组织是不是接近的 正常情况下这八根数据信号线的组织应该是差不多的 看样子飞线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现在我已经给他连接上设备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来调一下这个电压 虽然这一个内存卡的电压供电是3.3伏的 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先调到2.4伏试一下吧 这个ID读起来很卡 应该是有问题的 这边读出来的ID是27明显是不对的 正常闪迪的ID是45开头的 我们把电压加一下 这一次换到2.8伏吧 情况也是一样 而且这一个红字都出来了 这上面的红字意思代表给他设定了2.8伏的电压 不过他返回的电压却只有2.75伏 证明他可能是存在漏电 那么这一次直接加到3.3伏看看吧 3.3伏也是一样啊 后面我又重新测量了一遍 确认这一些飞线他们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对方去找一下做晶圆飞线的大佬 再来试一下吧 说不定会有奇迹 毕竟我这边的设备确实非常的简陋 万用表再加上烙铁这些也就1000块左右 我不敢想象掌握晶圆修复技术的大佬那边 这一次会拿出多少万的设备来回应我这种垃圾技术了 当然了之前说收的配件费用也只是纯属的开玩笑形式而已 除去运费以外 剩下的已经全部退还给对方了